相传秦始皇每天要阅读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简公文 汉牛冲动这句成语 就形象地道出了用竹简记录文字的种种不变 一直到了东汉时期 蔡伦造纸术的发明 让纸张不仅盛行于中国本土 还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汉字的书写也越来越便利 汉字的载体也越来越清零 古代的文字由于书于竹箔 漏于金石 浊于盘于而流传至今 而现代的文字利用大量的纸张 记录历史传播文明 这是1964年在新疆出土的一件文物 距今约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虽然纸张残缺不全 但从上面的文字表述可以看出 这是一名叫贾中理的人抄写的论语 从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当时的官司学术应该都是以论语作为教材的 学生们才会如此认真地抄写 其实伴随着汉字的运用 汉字的另一种功能也悄悄地出现了 这就是与汉字相伴相生的汉字书法 尤其是纸张的出现 不仅大幅提高了汉字记录传播的速度 更让汉字的美学价值发挥到了极致 每天清晨 北京地毯公园里都会聚集起一些书法爱好者 他们写字的方式与众不同 用自制的笔沾上水 在地上书写 他们还给这种特殊的写字方式 起了一个名字叫水书 据他们自己说 在地上写字既能锻炼书法的技巧 又能起到节约和健身的目的 非常适合他们这些书法爱好者 对我们的汉字和汉字书法 是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弘扬的 因为它是我们传统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 有人把汉字称为东方模块 这个模块中最独特的该属书法艺术了 汉字在书写的基础上 建立起了书法这样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 一点一画 黑与白之间 无不可以作为创作的元素 古往今来 不知有多少文人才子 因为汉字艺术的奇妙境界而执着于此 他们所创造的艺术成果 给后人留下了回味无穷的享受 王羲之的《蓝亭剧》 被后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蓝亭剧》 颜真卿的记纸稿 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蓝亭剧》 《蓝亭剧》就是文书居美 它既是一种很好的文字 文气作品 同时又是很好一个具有书法美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中国天下第一行书 第二行书 具有这种双重的审美价值 《蓝亭剧》对于王羲之 记纸稿对于颜真卿而言 它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书法本身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代文人的精神创造和文化内涵 苏东坡的书法远不及他的诗作出名 这位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 一生中因大胆禁言多次被贬观和流放 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对诗词的热爱和对书法的追求 他早年学习王羲之 中年学习颜真卿 晚年又学李北海 这种广泛涉猎其他书家的经历 让他的字有一种深厚朴实的风格 苏东坡在黄州的一段生活 可能是他人生中最不得志的时期 但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一幅书法作品 却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这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三大行书的黄州寒石帖 韩石节这天 苏东坡的心情有些落寞 他想起自己的满腔报复 想起国家的前途命运 就把积累在胸中的无限感慨赴于笔尖 他握笔的姿势非常特别 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 或正风或侧风 转换多遍顺手锻炼 他将诗句心情情感的变化 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 他写字的速度许许加快 字迹越来越大 笔墨渐渐加重 不知不觉间形成了一种不凡的气势 达到心手相唱的几近完美的境界 几十个字 把苏东坡的情感一下子宣泄出来 透过这些字 近一千年前的社会状况 政治风貌 都被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无论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还是个人的情感表达 只要建筑于文字 就能比较完善地保存下来 流传于后世 这座清幽的古寺 叫静居寺 是河南省光山县最著名的一座寺院 之所以著名 是因为古时候不少文人默克 都曾在这里驻留过 苏东坡在中年时期来到此地 留下一首诗 由静居寺 四百年后 光州知府把这首诗 堪客下来 流传至今 这就是1556年 光州知府宋少庆堪客的诗碑 大家看一看 现在这个还清晰可见 四在光山县 南四十里 大苏山之南 大家看看最后这是这个旭 诗的这个游进居寺的旭 后边是诗文 诗文的最后一句大家看 回首五家山 遂晚江烟归 这十个字就很凝练地表达了 他的一种对政治的那种不满 以及对这个佛家生活的向往 由于时间的久远 一度这个碑是断裂了 后来被修缮整理以后给接上了 中国的有一个文化上有一个传统 就是说文人他取得了成就 或者政治家取得了政绩 那么后人不忘怀他 一般就给他记上一笔 石碑就是主要的方式之一 就是通过这个石刻 他由于能够经历很长的时间 这样使他的文学成就 或者是政治业绩 能够传于后人 像苏东坡 虽然是将近一千年前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对他还了如指掌 就是因为有这些石碑 这些文献存在 历代名家的书法作品 大多是靠碑刻保存下来的 而喜欢提笔作诗 留下笔墨功夫的 不仅是这些文人和书家 帝王们对书法 也有着一些特殊的兴趣 清朝乾隆皇帝 一生酷爱书法 他的作品数量庞大 是一位高产的皇帝 这些书法作品中 有很多依靠碑林石刻 保留了下来 而同样热爱书法的康熙 留下来的墨宝 却少之又少 据说除了公文 他很少提字 而他写的一个福字 却代代相传 被人们视为西式珍宝 据说康熙十二年 一直抚养康熙长大的 孝庄太后忽然生病了 为了给太后祈福 康熙冥思苦想了好多天 一气呵成 写就了倾注 对祖母挚爱的福字 这个福是唯一一个 把福和寿合而为一的字 可以说是福中有寿 福寿双全的意思 据说孝庄太后 得到这个福字后 百病全消 人们为了纪念康熙的一片孝心 就把她写的这个 又长又寿的福字 称为长寿福 也叫天下第一福 今天 中国的百姓家里 还有逢年过节 贴福字的习俗 祈求福兴高照 福运亨通 古往今来 从一个福字的前世今生中 人们发现 汉字把中华民族的文明 一直传承了下来 而且 已经被世界上更多的人 认定为一种符号 一个中国的象征 有请吴邦国同志 维尔布鲁根先生接目 2003年8月3日 第29届奥运会会灰 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最终 中国印 武动的北京 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惠灰 而她的原创者 充分发挥了汉字的艺术造型 把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 印章艺术 巧妙地渗透在设计中 让惠灰具有很强的中国韵味 惠灰原创者郭春宁至今仍认为 自己的作品能够脱颖而出的主要因素 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 那就是汉字 因为汉字呢 有两重性 一个是它的功能实用性 它是中国汉语的记载的符号 再一个还有它的审美艺术性 也就是说 它从汉字的发展 一直到它的演变 到整个过程 它的艺术审美性 一直是伴随她的 找到了汉字 这个具有中国视觉符号的载体 对于郭春宁来说 仿佛开启了一道通向世界的大门 他坚信 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一定能征服所有期盼者的目光 可是 到底选择一个什么字做代表呢 选择什么样的汉字的时候 也很顺畅地想到了北京的京字 在现代的汉语解释里 就是代表首都 是北京的简称 再一个呢 就京字呢 在说笔画枪的简单一些 因为如何要在创作中体现出 奥运的精神也好 运动的特征也好 和奥运会的 在这边 感谢观看